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现观庄严论》 《现观庄严论》当中现在正在讲十谛的修制 前面已经讲了第五谛的修制 《现观庄严论》大家都应该知道 弥勒菩萨他所造的非常非常殊胜的论典 而且他完全以音译的方式来解释了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轮的究竟甚深意义 因此如果懂得它甚深的意义 就更不用说了 甚至没有懂得它的意义 但是你听到金刚语的词句的话 也会摧毁轮回的种子 或者是根本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希求解脱者来讲 应该说是非常殊胜的一个论典 因此如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前往解脱的人有没有呢 是有的 希求解脱的人有 但是有大多数的人可能 尤其是在汉地的很多的一些信徒当中 我也以前问过很多人 他们很多人为了健康 为了自己的家庭顺利 生活平安 或者说到达各种各样的目的而保有三宝 求加持 这么一个目的 其实这是一个在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 它是一个临时的解脱 并不是说究竟的解脱 因此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可能大家也 也许有一些信赖的知识分子 有些学者 他们以一种学术 知学的方式来研究佛教 但是知学的方式来研究佛教 就像藏传佛教当中 专门学英明 专门学英明的话 能不能根除轮回的根本呢 当然是有个别的利根者 依靠这种方式来也有解脱的 但是大多数的人来讲 应该学修相结合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拿荣佛教大学也好 拿荣佛学院 实际上是法王如意宝一再强调 学修并见 也就是说 学习和修行应该不要分开 应该双修 也就是所谓的双修 一方面我们要用一种广泛的智慧 来抉择一切万法的真相 同时我们所懂得的这些知识的内涵和意义 应该结合自己的相续 否则它就变成了数本的知识 那数本的知识永远都是 没办法结合自己的心相续 这样一来可能我们的相续 永远都是一种反复的相续 我最近发现我们学院当中 有一部分确实也是学得很好的 非常不错的 也有一部分比较傲慢 因为以前自己稍微有一些 世间的一些文凭 世间的一些财富 世间的一些才华等等 以这些反而成为你的解脱的障碍 这样没有必要的 所以在佛学院当中 如果你要真诚地学习 只要你具足条件的人 谁都可以在这里带着 如果你不具足这样的条件 很傲慢和认为自己都是天下唯一的 就是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现在好像也比较相同的一个人 包括走路 看事 心态 各方面也是 部分心灵的现象在外表 从他的语言当中 从他的颜色当中 从他的生态当中也会发现的 那我想这些人如果真的想希求解脱者的话 希望你好好地学习 如果你不是希求解脱者 也不是真正想了解佛教的甚深意义 这个学院就是有学院的纪律 和学院的一些 它的各方面的规障制度 所以我想真心学习的 真心研究的 我们欢迎谁都可以待在这里 如果自己什么知识都没有 而自己有一种傲慢的心态 以前我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其实我对大学和文凭这些都是 在某种意义上面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的社会 需要这样的一种方便法 但某种意义上面 也许这个人的人品 各方面不一定是很好的 他光有一种智慧 没有这种德行的话 那不一定真的是 对人类是有利的 以前我看过一个 应该十三世纪末的一个识学家 意大利的识学家 叫丹丁吧 他说过 他说 我们的德行可以补上缺乏的智慧 而智慧永远也没办法 补上缺乏的德行 所以我们现在德财兼卑当中 应该德很重要的 人品很重要 如果人品都没有具足的话 确实也是做佛 做修行 做出家 做解脱 这些都是没办法 智商贪兵而已 可以说是兵商见诸 绝对没有任何的可说之处 因此尤其是在学院待的话 就像上师仁波切在有些教言当中 所讲的一样 首先是需要人格基本作人的 为人出世 戒人待物 那这样基本的人格不同 我想可能 不管是这里的学院 在任何地方也是很难待下去 这样一来希望大家 学习的人应该心静下来 就是好好地学习 如果各方面的自己心实在是禁不下来 那么学院是一个非常清净的 闻思重视的 日日夜夜都是大家闻思修行 希求知识和解脱的 这么一个特殊的道场 这里并不是整天都是有山万岁 前一段时间他们上面说 我们这个学院要开放 我们当时也说 女友当不开放 我们这里主要是学习为主 修行为主 我们这个学院保持 应该是一个传统的学习道场 我们要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希望你们在座的一些人 如果你是一天两天来看看 有些都是可能故意来看 学院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堪布到底在说什么 做什么 然后这个法师到底在做什么 整天都是在这里来吹毛秋辞 这个也没有什么 给你讲一些咒语 讲一些现观庄案论 也许给你种下一个解脱的种子 这也是很好的 不管怎么样 下面我们讲现观庄案论 今天第六题 我们讲十题的修制 十题的修制 前面地方稍微好动一点 这里下面五题以上已经讲完了 第六题了 六题的修制 按照科判上分 有本体和分类两方面讲的 然后本体实际上是六题 在后的圆满福德 还有断正 断功德和正功德的一个 殊胜方便的智慧 叫做修制 这个时候我们跟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修制的概念 如果我想了解的话 就前面跟一样的 它的分类就是圆满本体智慧之修制 还有圆满它的作用修制 有两个方面讲的 然后第一个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其实这个应该有十二种法 十二种法我们下面看看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世界人精进 精力会圆满 颂词当中已经讲了 第六题菩萨 实际上它已经圆满了 布施波罗蜜多 持戒波罗蜜多 安忍波罗蜜多 精进波罗蜜多 还有几率波罗蜜多和智慧波罗蜜多 前面的六度都已经圆满了 到了第六题的时候 实际上是智慧圆满 智慧圆满的话 实际上从智慧的层面来讲 也照样有六度 六度万行就是菩萨的一切行为当中 最根本 最重要的一个行为 那这样的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六度 这个六度从布施的层面来讲 在一个布施当中 它实际上会圆满其他的五度 我们现在从智慧当中 也圆满其他的五度 当然讲了六地菩萨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菩萨位当中 他完全都已经掌握了法无我和仁无我 这样的一个很高层次的一种境界 正因为这样 《悦乘论》是在《中观入中论》当中 也以大量的文字来说明 六波罗蜜多的境界 也就是说 六波罗蜜多所宣说的空性法 因此我特别希望 在座的各位 对中观方面 一定要有一种认识和思索 这个很重要 对我们的人身 光是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佛教徒所说的那样 看破 看破 放下 放下 好像有些人口口声声都说 放下 不执着 不执着 光是口头上说 不执着 不执着 心里还是一直执着感觉 执着感觉没用的 那么如果我们 自己身体利行 每天都是修这个空性的话 逐渐逐渐相续当中的实质 会降下来的 或者我们每天都是 对空性法门 有所学习 有所闻思的话 那无始以来的实质 也逐渐逐渐下降 不可能是一下子 一下子能所有的执著下去 除了极个别的利根治以外 一般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的 但这样我想 我们前面《般若四颂》当中也已经讲了 我们智慧波罗蜜多 实际上是 依靠它能圆满其他的五种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六度 我们在座以前也是学过《中观宝满论》 《中观宝满论》当中也是讲过 六度的功德 做了布什多以后 生生世世自己具足圆满的财富 而我们现在有个别人 每天都是特别特别贫穷 为什么呢 贫穷前世没有做布什 即正当中会贫穷 有些是虽然财富方面 外在的财富上面不穷 但是内在的精神上面也穷 其实如果我们做财布什 那我外在的财富 不管是金子 银子 人民币 穿的 吃的都具足 如果我发布什的话 那内心的财富 我的智慧 悲心 信心 一切的功德自然圆满 所以布什很重要的 《宝满论》当中讲持戒 持戒的话 那么生生世世获得快乐 即生当中有些人每天都是出面苦量的 特别痛苦 不知道藏地有种说法 叫做你整天好像伤心的生态 是不是你的父母死了 有这种说法 有个别的人都是这样的吧 每天好像是很痛苦的 听客也是很痛苦的 好像看到他的时候 我都不想讲 特别伤心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痛 按理来讲佛经里面也讲了 听受佛法甘露的时候 就像是享用甘露一样 非常欢喜的姿态来接受 什么叫做享受甘露啊 天人的甘露是非常的天美 谁有机会享受它的时候 完全处于一种喜悦的状态当中 但有些人因为心里不开心 心里有一种 现在的话来讲 很纠结 很犹豫 因为这个原因 表情上也是听客的时候特别特别 然后不仅仅是听客 什么发心的话还是很伤心的 其实这个不应该 这个原因以前没有吃劫 当然以前你没有好好吃劫 即生当中 你本来也是被关注一致 每天都是很痛苦的话 那我在课堂上稍微说一下 你就稍微假装一下 嘿嘿嘿 这个也没有用的 过一会儿 你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所以这也没有用的 不管怎么样 其实吃劫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受持清净劫律的话 那生生世世都变成一种快乐的人 这个确实很重要的 这个是吃劫的功德 然后我们修安忍 修安忍的话 生生世世当中 自己相貌端严 有些人就一直认为自己长得不好看 或者说很伤心 等等 但实际上这就是以前 我们没有修安忍的 尤其是我们以前在生活当中 每天都是批评别人 我们一般批评别人的时候 他那个表情很难看的 其实很多人平时比较好看一点 哭的时候特别难看 我好像没有看过 哭得特别好看的人在哭 好多人平时还比较不错的 尤其是他发脾气哭的时候 噢 非常可怕 所以这个果报即生当中相貌丑陋 因此修安忍的话 生生世世相貌庄严 然而修精进的话 生生世世有威严 有些人不管是 身体可能也没有什么病 但看起来特别瘦 特别畏缩 好像别人看起来也是觉得 自己也是没有这种信心 在别人面前 那这个是没有精进的原因 如果精进的话 在众人当中 谁看到的都是非常的欢喜 这也是一种威严和重严 然后修精力度的话 这个人很寂静 不是很粗暴 业蠻 有些人不管是男的女的 看得比较可怕 他会不会打我 他会不会有点不敢接近 但这是没有修精力的 如果修了精力的话 那么看了以后 这个人是非常慈祥 和蔼等等这样的 修智慧度的话 那么生生世世 从烦恼和痛苦当中获得解脱 所以我们在这里 提到六波罗蜜度的话 我好像以前讲过《八满论》吧 讲过没有 讲过是吧 我们有讲过 是吧 哇 《八满论》当中有这些啊 所以在这里讲到 第六地菩萨是用智慧上圆满六度 那么它的作用的修制是什么呢 成就自利的法身的因 还有成就利他摄身的因 两个方面来阐述的 首先第一是 与弟子临于舍喜舍不信 他这里 前面不是讲的 六波罗蜜度 然后过了之后 讲两个功德 刚才我们前面的 比如说持戒 持戒圆满的话 能远离所谓的弟子 弟子指的是声闻的心 一般我们修行解脱当中 声闻缘觉 如果我们受了大乘的持戒 那这样的话 自私自利的心会远离 欢喜声闻的心 如果我们修持禅定的话 这个六波罗蜜度稍微持地有点颠倒 有些讲义当中 所以我在这里对应的时候 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 然后修禁律度之后 舍弃了缘觉 缘觉也就是说临教育 那么他的果位的欢喜心 这两者都是 实际上有一种自私心 凡是我们《现观众云论》 这个大乘的佛法要学的时候 有两个重要的事情 大家要记住 一个是 时时处处都要讲到大悲心 这个大悲心 遍于一切众生的大悲心 这就是《现观众云论》的 一个核心的内容 还有一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对一切万法最究竟的 执着要放下 其实我们执着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一种痛苦 都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比如说我执着前面的花 我执着这一个差别等等 我待会儿跟藏族大学生 每个人发一个 那天我们发奖的差别 他们可能刚开始都是很执着 但其实执着很痛苦的 你执着过后 万一掉了 你很痛苦的 执着的时候 晚上睡都睡不着 所以执着带来许许多多的痛苦 对人的执着也好 对财务的执着也好 这就是佛教里面 讲到的特别甚深的窍诀 这个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西方的一些 美国的一些科学家 其他他们觉得 一种信心方面的道理 他们有些是不承认的 但是智慧上面的佛陀所讲到的 空性的这种觉着方法 或者说像这些道理 他们不得不承认 确实生活当中 他越执着越带来痛苦 最后他们自己也是明白 佛教当中所说的深水的智慧 这就是要舍弃这两个心 声闻缘觉的这两个心 还有一个应该说是安忍度 应该说是依靠智慧 舍弃对万法空性的恐怖性 因为有些前世当中 没有很好修行的人 一说一切万事万物的法 都是空性 我们《心经》里面讲的是 无掩耳鼻声声的话 很害怕 怎么会我有耳朵 眼睛 鼻子 心经里面说是全部都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他诽谤正法啊 就这样现象 那这种恐怖 如果你修安忍 安忍的话有法忍和对怨害的人 有几种安忍 我们大乘的修行 波罗蜜多圆满的时候 所有的万法空性 你完全能接受的 我们在座的有些大乘佛子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一讲起来空性的时候 就像以前阿底峡尊者 遇到过两个比丘 他讲到波罗空性的时候 后来捂着耳朵就跑了 你再不要讲 再不要讲 听说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一些法师 也有这样的 千万不要讲空性 要讲空性的话 好像极乐世界也没有了 地狱也没有了 所有的世界也没有了 其实他们都没有分析 要分析的话 这个都很简单 释迦牟尼佛根本没有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东西是空性的 这些都没有了 不可能这样诽谤我们 言而逼色色 现象的这一点是有的 但是我们明明显现的这些背后 它的真正本体 实际上是空性的 这一点现在无理学家 尤其是量子力学的很多学者 确实也是得以证明 现在二十一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时候 科学家才稍微有点熟悉过来了 而佛陀两千五百多年前 那天我们在香港开世界佛教青年研讨会的时候 有一个老校长 香港利宫大学的 有个叫做潘仲观教授 他去年也是用这个教证 今年也用这个教证 那个朱星师说是 科学家辛辛苦苦盘到高峰的时候 佛教大师早有在山顶上 等待已久 这句话他也很有表情地说 我们佛教的大师很早以前 两千五百多年前 已经等在山顶上 科学家两千四百多年 两千三百年以后 就来到这个世界 还辛辛苦苦地爬上去 而且他作为一个科学家 他用他的身份来说明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如果我是一个 穿着出家衣服的名义来说 别人都说 你们佛教徒肯定会说 你们这些光头 这些红衣服的人 你们都是一群狼 一群什么什么 可能会给我们这样说的 但是科学家用他站在科学的立场来 应用科学家的语言来说 佛教的科学性的话 那这个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 希望知识分子们也是 在我们讲现观的时候 也有时候需要理解一些道理 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讲道是自立成就的因 成就利他设身的因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见求无处且尽舍无忧悔 谁凭不厌求 正的第六地 第六地的话 他有这样的功德 然后通过这个布施度 最开始的时候 见到别人来乞讨的时候 不但对他不会有厌烦心 对他不会有讨厌之心 而且慷慨布施 原因给他没有缺落 藏文当中是没有缺落 意思是 从汉文当中 这里说无处期 没有对他一种悲哀 伤心 或者厌恶 现在有些人在饭店也好 在路上看到一些膝盖 摇东西的时候 特别讨厌 这说明你还没有达到六地菩萨的境界 当六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 非常欢喜 不要说六地菩萨 一地菩萨的时候 他听到乞丐的声音 的时候 好像那种快乐 比丘入定的禅定美味 也无法比例的 这个是前面在入中论当中 不是前面 很早以前讲的 我是二十多年前讲的 还可以啊 这叫做记忆游行 二十多年前 就像昨天一样 就是当时我们用了很多的比喻 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 汉族道友很少的 大概可能二十多个人吧 《三叶塔子》里面讲入中论 下面就是说 这是第几个 第十个了吧 第十一个 他这里也说了 今世无悔有 也就是说 中间的时候舍弃自己 所有的财富全部布施给别人的话 没有一点不快乐的 没有闷闷不乐的 有些人不要说所有的 连有一部分财富给别人的时候 也心里很伤心 很痛苦 但是到了六地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 这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精进度圆满的功德 到了智慧度圆满的时候 也就是说 对别人把自己所拥有的 到最后的时候自己所拥有的 一切的财富给给他们 然后自己一点财富 一贫如洗 什么都没有 但是心里数数的欢喜心 不会讨厌乞讨者 就像我们以前看过 智美根登 他的一些布施的故事 当时把他所有的 包括自己的妻子 儿女 所有的财富都已经给了 后来要他的眼睛 他也愿意给 这就是菩萨的一种 不可思议的摄施 这是一种精神 我们先看看 现在世界上 把自己家产的一部分 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大家各个新闻媒体当中 不断地报道 原来我有一个同学 他跟我说 你给我一千块钱 我可以在某某报纸上给你登报 给你宣传 他说 这样的话 你自己的名声也有用的 我也带到一些财富 我们两个互相可以帮助 这样别人会想 你就是大菩萨 他可能认为把我宣传 称六地菩萨 六地菩萨的就是 但六地菩萨最后没有当成 这样的 所以如果具有这四耳朵功德的话 我们讲的六地菩萨 六地菩萨在《入中论》当中也是 什么现前菩萨一显证 通道善有 未施行 专门讲了 到了六地菩萨的时候 整个善有知道 一切都是根本有心而能 而且这也是外道所承认的 所有常有自在的我 这些都是依靠这种道理来 完全都是折破 这就是我们六地菩萨所发现 所通达的真理 我们在座的人 大家也应该清楚 自己可能认为是菩萨 这样的话 你到底是极地菩萨的 有时候不要认为自己 现在有个别的一些上师 给大家宣说佛法当中 可能认定得比较高 自己不要认为真的是菩萨 我听说有些上师说 这个居士是谁的化身 那个居士是谁的化身 而且自己也认为自己是 什么什么转世啊 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是转世 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可稀有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的是 自己的境界和程度 到底是有多高 这方面还是需要观察自信 否则欺骗很多众生 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下面我们讲第七地的修制 第七地的修制也是 本体和分类方面讲 本体跟前面一样的 分类方面主要是 缩断的 想的执着方面 和还要断除它之后的修制 两个方面讲的 第一个主要讲 执着本体和菩提甲罗 还有它的不善巧方便的一些过失 也就是说 因为七地是方便度圆满 方便度的违品是什么呢 就是不善巧方便 这两者从两方面讲的 首先第一个有分为 人相的执着和法的相执着 我们平时学中观的时候 人我和法我 人执着和法执着 有两种 这两个很重要的 在佛教当中 非常重要的两个名词 昨天我们在大学研讨会上面 有些法师讲 讲着的时候 我看到下面的有些大学生 他们都好像这个名词觉得很新鲜的 好像我看表情上 他们就没办法进入 什么叫做扔我执 什么叫做法我执 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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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扔 别扔 不知道他们还想着什么 这样的 第一个 我们扔之相和法之相 扔的相执着它在作者两个方面来分的 首先是这个七地有二十种所断 下面讲二十种修制 二十种修制 实际上是冷断的智慧 二十种所断 实际上 第七地菩萨有没有这样的执着呢 没有特别明显的执着 但是曾经他在凡夫的时候 有过这样的执着 正因为这样 七地菩萨偶尔就像三变般的 在厚得的时候 稍微有一些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 七地菩萨烦恼那么重 七地菩萨有这么二十种的执着 那也不是 意思就是说到七地的时候 这些二十种执着都已经断掉了 所以它断掉的话 我们可以叫做所断 你们如果研究相关专案的时候 应该要对各地菩萨的一些境界 还是用一种细致的智慧去分析 那天我看到相关班有个别的法师 他们好像比较细致 做笔记也好 做辅导也好 各方面还可以 但是我也担心 不知道你们的闻思能不能究竟 现在很多学习闻思的这些人 突然有一点起跑一样的 临时的出离心和临时的精进心 我已经时空见惯了 并不是很赞叹的 有个别的人刚刚出家 刚刚学佛 刚刚到了佛学院的时候 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 啊 人生难得 寿命无成啊 上师利劳人家 祈求教者 我二十多年都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从今天开始一定精进努力 好像眼睛都是翻来覆去 然后就开始精进 过两天就全部消失无疑 这样的人特别特别多 尤其是现在人的心态不稳 学习的时候也是刚开始特别 比如说我们相关班刚开始的时候 到了讲两三个论典之后 不知道多少 十年之前有些非常精进的人 现在是不是还是精进 如果还在精进 二十年之前的这些精进的人 还是不是精进啊 我们这里也有十年前的 也有二十年前的 也有二十五年前的 也有二十天前的 也有二十个小时前的 你们自己看看 所以精进内要一种恒长精进和恭敬精进 我们精进里面也有两种精进 一种恒长精进 它永远都是嗤之以恒的 有一种恭敬心的精进 这也很重要的 我们要求一个法 依制一个上师的话 你一定要有法子内心的一种恭敬心 你一种傲慢心的精进 不会长久的 所以在精进上面 你们也要观察一下 那么我们下面讲到 执著菩提迦罗 菩提迦罗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所谓的素曲曲 也就是 所谓的菩提迦罗 大多数是以我们人的名称来说的 有些是心 我们的心 也可以叫菩提迦罗 这里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知我极有情 名誉素曲曲 第一个是执著我的本体 启提菩萨的时候 没有这些 也是执著我的本体 也就是说 我是乌云聚合的 我某某 是什么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从早上到晚上 有一种我的执著吧 但是不管是睡觉也好 吃饭也好 我 我 就是有这样的 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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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嗯啊和我 藏文和汉文 基本上是同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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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 嗯啊 我和啊 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个叫做我执 但这个没有 第二个是有情的相 有情的相 这个是男的 这个是女的 这个是牦牛 这个是什么什么 对有情的执著 然后第三个就是生命的执著 生命的话 按照俱世论的观点来讲 我们的根 还有温度 还有各种因缘 依靠心事而存在的 同类的法 按照小乘来讲 它是一种 不相应性的法 一个石油的东西 按大乘来讲 是同类的一种法 但这种法是家里的 并不是石油的 这叫做是命 学过俱世论的人 应该比较清楚 所以命的执著 因为不管是众生也好 我也好 大家都是依靠生命来维持延续 一旦你这种延续没有的话 我们经常也说了 那这样做了有什么用啊 连命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叫生命 然后第四个叫执著菩提迦罗 执著菩提迦罗 心就是一切的种子 这里的菩提迦罗 这里说的数取取 数取取的话 数是数数的意思 取就是取数的意思 后面的取在六取当中 任何的一取会接受 比如说在六道轮回当中 我们凡夫人 反反复复地今天就变成牛 下一次变成马 下一次变成鱼 下一次变成鱼 再下一次变成人 就是这样的轮回当中 不断地扭转 这叫做数取取 数取取也叫做 我们的心是扭转 四种执著到七地菩萨的时候 就变成所断 没有 我们要详细地了解 就这个意思 下面就是说到 执著的差别两边 因为我们作为人也好 众生也好 要是执著的话 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执著呢 在颂词当中 下面的颂词应该是 什么断肠 吉祥因 云解 病处处 病处处 有这么两个颂词 首先第一个颂词当中就是断肠 也就是说 执著有情的 心的相续 以前是有的 到后来的时候是没有的 现在很多《无生论》和《威武论》的观点就是这样 人生如灯灭 我们现在的很多同学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情有可怨 我还是很理解他们 他们很多 原来我们藏族的很多老人 他完全承认前世后世的存在 但是现在藏族的有些年轻同学 他都有点怀疑的 好像没有上过学校的还好一点 他还是承认前世后世的 以上过学校的人 他的教育环境和他的朋友 我们《经传论》当中 专门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烈者皆围绕 意思就是说 他周围的人全部都是恶劣的人围绕着你 正因为是这样 好多原来他的父亲 母亲 还有爷爷奶奶 全部都是相信前世后世的存在 但是这种相信不是迷信 是真心的相信 因为现在科学家也好 我们佛教的理论再怎么样解释也是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破到前世后世的存在 没办法破到的 可是有些愚本的大学生也好 愚本的个别知识分子 他们认为好像人死了以后 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断灭 知道吧 这也是 当然我们极个别的学生都不用说了 七地菩萨的所断 这样的话 我们的所断都是更不用说 我们要断这样的话 一定要不断地学习 我希望有些知识分子确实在 前世后世不存在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道理 但是你们这样怀疑 你们这样认为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来自于你的科本 来自于你的老师 来自于你的朋友 来自于你的周围的环境 来自于你的恶业的知识 来自于你的前世的恶业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以实际上 现在有些人造恶业 尤其是我们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的 包括我们的食品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上 每天都是此起彼伏 发生的臭味 许许多多的 这些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不承认前世后世 不见后世 无恶不作 佛陀在《涅槃经》当中 所讲到的 就是在这里面有的 因此我们现在整个人类 已经变成极其可怜的群体了 说实在连自己的前世后世存在 都不知道的 这么一个特别狭隘的思想和狭隘的环境当中 还要存在下去的话 当然我们的行为不出矛盾 也是不可能的 肯定会以后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 前世后世不存在 短短的人生几十年当中 你就得过且过 尤其是无恶不作 也是很多人来讲 这是应该做的事 第二个 有些执着有情 恒事实有 这也是现在有些宗教 有些认为 以前你的心的相续存在一样 以后也是永远这样存在下去 但佛教的观点 这两者都不是 到这个时候 这也是说断 然后这是第六个法 过后 这上面是菩提迦乐 就是人的执着方面讲的 总共有六个法 大家方便的时候 稍微跟其他的一些讲义要对一下 这很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所谓的专业 实际上所谓的专业对自己的相续 直接或者间接有意义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 如果对自己的相续没有任何意义的 现在西方有些学者 他们天天研究 我那天遇到一个专家 他说 他现在十五年以来一直研究 世界上有多少个老鹰 酒鹰 但有多少个也有什么 他一直专门研究这个 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意义 对来世也没有什么功德 但是我们对相关重要的空性方面 你越研究的时候 最后你的心态自然而然与这种智慧 圣者智慧的完全融入 当它融入的时候 它不会变成一个小戒 你们也不用担心 如果空性法学得太多了 会不会最后对家庭不负责任 对社会不负责任 其实应该是没有的 我们很多出家人也是 学空性二十多年了 但是越学越很想做一些事情 而且做的时候也不累 说实在 有时候可能算不算大悲心啊 不一定是 可能相似的大悲心吧 自古以来的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懂得了佛教的真正殊胜意义的时候 对社会的责任应该是承起了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应该要研究的话 你要寻找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吧 否则的话 下面是第七个 对法的执著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本体的心论方面的执著 还有对他的差别方面的执著 到七地菩萨的时候都没有 首先是颂词里面相 实际上对一切法的执著 吸论都没有 一切相的执著 《金刚经》里面讲的 凡所有相继续 当然到这个时候 所有的相和吸论的执著都是没有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和相 这也是如果没有通达它本体的意义的时候 它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痛苦 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对任何的相也会了达空性的 第一下面讲到它的差别法式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执著能生的应 还有执著它的差别 还有一个是执著殊胜的轮回和涅槃 特殊的轮回和涅槃 那么首先第一者在颂词当中讲的是应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法身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应存在 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应存在 或者说对它的 现在我们很多人所谓的感恩的恩 恩的话 心上应该要有一个 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每一件事物 它有一个来自不易的因缘 有些人说 汉文当中的感恩的恩 上面是因缘的因 下面是心的话 我们要时时刻刻地懂得我们所享受的来源 它们的恩 它们的报恩 这样说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比如说我们走路的话 要想到修路这些人的汗水 这些人多少多少辛苦 多么多么劳累 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 农民的这种辛苦 就是农民 我们吃树油这个时候 树油虽然很好吃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 牧民在做树油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牧民很辛苦的 再加上我们吃的这些树油 也是很多小牛 它们的饮食 强来我们人类吃的 这也是很悲惨的 然后我们也应该感恩这些小牛 它本来是它的食品 但是它的营养品 中间我来吃的 然后我们比如说 经堂里面上课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觉得 这是很舒服地坐在这里 但实际上我们坐的时候 很辛苦的 包括我们现在 另外一个经堂正在修 每天都是监工 每天都是 我们这边几个发心人员 负责人员的 就一下天都是站在那里 最后大家都好像特别特别 看起来都是很不忍心的 各种各样的因缘 所以我今天早上跟有些同学也讲了 我们要懂得感恩 如果不懂得感恩的话 这个人是连人品都没有 其实感恩要有很多很多的 我享用任何一个东西 比如说 我今天要应用这个质 这个质的来源 我去云南的时候 知道这个质的来源不是很容易的 说实在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这个森林 制造厂也是像的 如果你进入这个厂里面 也很辛苦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质 这个很容易的 但实际上 有多少个工人在这里心血啊 你如果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钱来买的 这没有什么 他们累 他们活该 有些人现在会 但是实际上 我们很多的因缘 对我今天的拥有 今天的享受 应该是有无数个人的支撑 比如说 我今天在这里 实际上我有父母 我有老师 我有很多帮助的人 当时我很小的时候 没有让我死掉 没有让我迷失方向 就各方面的因缘 我有用 所以我们应该是按照大乘佛法 感恩一切 时时刻刻都是要存有这样的 那这样的因缘 实际上在我们世俗当中是需要的 但是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 所谓的因 所谓的果 原来是一种执着的相 但这样的相 实际上在究竟的实相当中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所以他这里为什么要讲一个因呢 不管是讲善臣的因也好 讲一切万法的 形形色色的因 它也实际上是一个执着的相 也是一个所段 但在他还没有通达这样的时候 世俗当中的好的因和不好的因也要分开 因此我们暂时没有通到空性之前 我们毕竟是一个人类 人类要有个良好的教育 良好的教育 我想现在很多的孩子 确实是不懂感恩 对父母的感恩 今天听到有些老师很伤心 为什么伤心呢 因为以前自己 辛辛苦苦地培养的一些学生 但后来这些学生看到老师的时候 装着没有看到 明明已经老师在前面来了 但是好像装着没有看到 老师很伤心 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没有感恩性 这也是一个新的行为 所以有时候我们世间的基本教育成问题的时候 其实人类的生存也带来了一种困惑和危险 下面就是说的 执著本体差别方面有云 截 处 所谓的云 实际上有种多法聚合起来 叫做云 到起地的时候 对云 无云的执著也是没有的 所谓的截 实际上它也有种子的意思 也有因缘的意思 也就是说有六根 六记 六十 这些都是一切万法的种子 但是到了第七地的时候 连这样的云截 十八截的执著也没有 然后十二处 实际上俱舍论当中 处也有门 也有从中出现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外面的色身香味和 里面的眼耳鼻舌 依靠这两种外耳内的因缘 会产生眼耳 耳 鼻舌等六十 所以这六处也叫做六门 或者十二门 依靠十二门出现六十 因此这样的六处也好 十二处的执著 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也没有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缩断 然后下面讲到执著特殊能力 也是分为轮回方面和涅槃方面 那么轮回方面 诸三界贪著 其心便缺退 就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第一个 执著住于轮回三界当中 我们在座的人处在轮回当中 现在我们对轮回有一定的执著 就是我们现在住于不管是色界 无色界 还是欲界 这三界当中 这个根本的因是什么呢 执著它的业和烦恼 我们如果对轮回没有坎坡 说实在还是很愿意住在这个世界 现在有些人也经常这样讲 现在很快乐 很幸福 不需要臣服 不需要解脱 我这样待着的话 多么舒服啊 其实这些人是很可怜的 说实在 他们根本不知道轮回当中 生老死病的痛苦 苦才是人生的道理 没有动 所以我觉得我就为了说明这个 特意跟他们一样 但是他们还不懂 我也很伤心 意思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现在有吃有船 临时相似的快乐都是没有 这个佛教徒不会那么笨的 说实在的 连科学家都是现在无法解释 佛教的甚深谜业的 这样的人类特别顶峰的 可以说是一种最高峰的思想 不会像我们世间一般人的思维那样 根本像我们想不出来的东西 佛教不会给你引入颠倒之下 但是佛教说是轮回解骨的话 确实我们没一个 我以前也是遇到过有个领导 他说 佛教里面说是人生的解骨 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对的 我很快乐 我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两千五百块钱 这是很多年前的 他工资当年来说算是很高的 后来他得癌症 特别特别痛苦 我当时也给他提醒了一下 我说你原来说是两千五百块钱 很快乐 现在你还是这样 这就是轮回的痛苦 这个时候他确实也是深深感到 所以我们有些人说不需要解脱 啊 很快乐 我想这样开着的可以 这说明对轮回生老死病的痛苦没有掌握 这说明轮回的因 基地没有掌握 这是这两种执著 如果对这两只法没有了解的话 那就是从中获得解脱的 对求法的心有一定的缺弱之心 我们有些人经常也这样讲 成佛都是三个二乘七戒以后 很难的事情 那获得菩萨的果多么累啊 要日日夜夜地利益众生 我才不愿意呢 实际上是他不懂轮回的真相 如果懂到轮回的真相 利益众生的殊胜性 不对不发菩提心 会发菩提心 主要是我们自己以原来的一种成就 迷茫的思想当中 一直不知道佛菩萨特别殊胜的境界 也不知道佛菩萨的功德 所以我们很多人的学习 确实是带有进步 说实在有些人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有些人傲慢 你如果有了一种傲慢心的话 永远都是外来的智慧 会排斥的 现在有些国家本来很穷的 但他们自己认为很富裕的话 实际上外面任何的志愿 就没办法进来 知道吧 有这样的 这说明我们有些人 自己本来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 但自己认认是自己很了不起 尤其是有些学校里面出来 确实有一种非常傲慢的习气 我是什么什么学校毕业的 什么学校毕业的也没有什么的 实际上最后生老四病的时候 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话 还是同样的痛苦 还有些没有读过书的这些人坚强 知道吧 所以他的缺络性到这个时候 轮回方面的 这三种执着现在来讲 我们要分析的 到最后的时候当然是全部对 七地菩萨的境界 入定的境界当中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不代表现在都没有 所以现在有些人对轮回 不生起出离心的原因在这里 这也是一种原因 下面讲涅槃方面 对三宝 对国执着 佛宝的执着 然后法宝的执着 还有圣宝的执着 实际上到七地的时候都没有 在没有得到这个之前 我们对佛宝 佛陀指引我们所有众生的道士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座轮回当中的所有这些人 真的是非常可怜的 迷失的一种迷路者 佛陀应该说 他是迷路的导师 他所宣说的这种甘露妙法 相当于是明当 我们在晚上黑暗的时候 明露的时候 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灯 这个人用佛陀来比喻 他拿着这个灯 用法来比喻 然后他带另外一个人 让我直接带路过去 这就是僧众 所以我们现在依靠佛法 有些当中将自己当病人相 法当妙妖相 然后佛陀将当医王相 还有僧众当护士也好 或者护颂者来相 这个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也是对轮回的痛苦要解决 谁也没有办法解决 唯一的三宝能解决 所以我们藏地经常说 三宝夹持 三宝夹持 三宝饱要 哪怕是做一个大喷嚏的时候 也会说 共求生金 知道吧 意思是求三宝夹持 其实这种习惯是很好的 万一大喷嚏的时候死了 那有三宝夹持多好啊 你打喷嚏的时候 能想起三宝夹持 那你在遇到更大的危险的时候 它一定会想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时候 年轻人什么什么 这个明星 那个个星 他们打喷嚏的时候 哦 什么牛的花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他们救不了 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也会痛苦的 所以我们藏族的很多年轻人 我是比较担忧 知道吧 心里如果没有三宝的概念 真的很可怜的 不管是谁 你是什么样身份的人 你是年轻人也好 领导也好 哪怕你是通知全世界的 联合国秘书长也好 谁都是离开人间的时候 生老死病的时候 生老死病讲到自己头伤的时候 确实很可怜的 所以这些的保佑和祈祷 时时刻刻都是很重要的 下面讲一个 他的威品 方便度的威品 也是有三种执着 这里一个是希罗 还有七笔见执着 真论欲空心 唯恐行过失 犹离刺耳时 便得第七地 那么就是说 第七地的威品 还要对戒律的执着 对戒律设三法戒 严禁恶心戒 饶益有情戒 菩萨戒当中有三种戒 但是暂时来讲 这三种戒律是一定要执着的 没有戒律 获得解脱是根本不可能的 昨天有些道友 有些学生问 关于戒律方面 有些教授也回答别解脱 菩萨戒和密乘戒的一些道理 不知道有些知道没有 所以暂时我们应该 对戒的执着是需要的 但是到最高的 像七地菩萨那样的境界的时候 对戒的执着也不需要的 因为到二地菩萨的时候 戒也不能有执着 有这样的《入中论》当中也这样讲的 然后还有我们暂时 对空性的争论也是有必要的 但到最后的时候 啊 这个是不是空性啊 那空性的话 会不会全部都空啊 那空的话到底是时空 还是单空 还是真空 还是妙空等等 有很多人 现在关于空性方面的 其实究竟的生意方面 也没有什么可辩论的 可争论的 但是暂时来讲 我们争执不惜也是可以的 但到最后 七地菩萨的时候 对空性的争执没有的 因为已经证悟了 没有什么可证论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 所以你说不空 我说不空 空和不空方面 互相辩论 有时候是说瓶子空不空 有时候说柱子空不空 有时候是你的烦恼空不空等等 这样来辩论 但到最后的时候 对空性的执著和争论也是没有的 然后到应该是第二十个吧 第二十个就是未空性 我们暂时有些人 不能理解空性的时候 认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 世俗当中是怎么存在的 对世俗法的存在和空性的不存在 这两者相为 很多人这样认为的 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我们也觉得说 我现在明明看到的这些东西 怎么会空啊 很多人经常也这样讲 这怎么空啊 你看 我们看到的什么东西都存在 你们佛教说不是 一切万法皆空 说得不对 我看到不空啊 有些人很可怜 这么简单的佛教还不懂 那佛教很可怜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显现当中 眼耳鼻舌的感官不是正量 我们所发现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你再详细观察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柱子都是 它一直常有的存在 实际上它一刹那刹那都是变化着的 我们看到昨天的河流 今天还在流着的 但实际上昨天的河流 早就已经流入洞海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道理上 我们的眼睛也不真实 我们的分别念也不真实 我们的耳朵也不真实 很多都是一种 假想和幻想的境界当中 暂时我们对空性和世俗法当中 有很多相偉的道理 但到最后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都是已经没有的 这些都应该说是 一种缩短的过失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真正到达 佛菩萨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 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 不会有现在人生当中 各种各样的烦恼 痛苦 还有很多迷茫 疑惑 邪见 世间等等 这些都是没有的 因此轮回借口的道理 希望很多知识分子也好 同学们也好 应该你要去再三地思维 你千万不要给别人面前 不懂装动地说 我们的轮回很快乐 佛陀说轮回痛苦 我不承认 现在听说有一些学校里面 有这样说的 这些是真的不知天高低厚 可以怎么说吧 他什么都没有学习过佛教的念 可能《入行论》的题目都没有看过 但是他就代表说 这个佛教里面说的不对 包括印度的什么什么论典 说的不对 当时后来有一群愚笨者 也随波逐流 然后对对对 你说的对 一群盲人也跟着这样去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确实是 我们现在作为一些智者 应该用自己的智慧来观察 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说实在佛教 我当大师 释迦牟尼佛所讲到的这些道理 你越观察 越有心的一些定解 而这并不是说 我们的信仰来确定的 应该是用智慧来确定 如果是我们信仰来确定的话 你不一定信仰 我信我的释迦牟尼佛 你不一定信 但是如果在客观面前 在事实面前 在真理面前 你如果不成立的话 你已经违背了科学真理 你所谓的科学 连客观现象都不承认 那还有什么叫科学呢 所以我想我们有些 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好 所谓的一些智者们 千万不要上当 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人 你到哪里去 快去 快去 这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去 对吧 我们都支持他 还要加持他 多念护法人 让他顺利达到目的地 我们今天应该讲到这里 对啊 对吧 对吧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